朋友们好,今天这个事比较重要,也比较有趣,所以呢,给朋友们稍微聊一聊 在哪儿聊呢?在我家的卫生间里头聊。为什么在卫生间里头聊呢? 因为这件事值得在卫生间里头聊,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起的比较早,我们家人还没起来 我在哪儿聊都不合适,只有在卫生间聊。那这是什么事呢? 咱们都知道,车称有一个伟总统,叫卡德罗夫 卡德罗夫是他的姓,他的名字好像是拉姆赞,还是什么都把它忘掉了 反正也无所谓,这个人也是过眼淫淫,很快就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了 他不是喜欢玩抖音吗?就是国外的抖音,墙外的抖音TikTok 他的那些部队都被称为抖音军 走囊他都给自己刷视频,刷着刷着呢,炮弹落头上,砰就炸掉了 今天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这个卡德罗夫军呢,原来他在赫尔森地区的蒂尼泊河的一晚 最近不是乌克兰人打得很凶吗?他们就扯到左岸去了 觉得扯到左岸去,就离前线比较远了嘛 这个老毛病不改,又开始刷抖音,自拍 结果让人家乌克兰的远程炮火,包括咱们海爷 还是其他的那些爷来着,给盯上了 赫尔森地所有地方的建筑物 乌克兰人心里都很清楚嘛,一看,哦!你们在这儿呢? 然后炮弹就招呼过去了,一下子打死了四十多个车程的卡德罗夫 那些网络军打伤了六十多个 这一百多个人的战斗力就没有了 哎呀,我太高兴了,这帮畜生终于去见他们的魔鬼去了 我还看到啊,就是乌克兰人他们在 推特上面发,就是他们在针对卡德罗夫军的时候 通常在那个子弹上面都占一占猪油 炮弹也用猪油抹一抹,这样呢,这些卡德罗夫军 他们被这些带有猪油的这些武器打死之后啊 就是不能够再往生了,就是只能运势不得翻身了 太高兴了,这个好,这个消息相当相当好 就值得在厕所里头说这些垃圾的部队吧 好,那今天就先聊这儿吧,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